是的,师傅 是 每人都会上山成一副成功相 所以我有时都会拿成功的名人来做例子 会看看他们为什么会这么红 为什么这个又这么有钱 你看名人的面相 或者看名人的八字 都可以看得出他本身一生人大略的运好不好 台铭,出身家境清贫,半工独养家 他24岁开始创业 期间面对无数危机都能够化险为宜 26岁事业开始一帆风顺 感情方面白手兴家的郭台铭 24岁和已故的妻子临属于相戀 结婚30年,对妻子一往情深 奈何55岁失去另一半 二年57,在佣过百亿身家的郭台铭 从面上能否反映出 他能够再次弥得另一段一年呢 还是孤独中佬 师傅,我们有成中热话郭台铭 你有没有立刻学到东西吗 有啊,这个中正是不是 中正,中正,没错 就是代表24岁有这个感情变化 没错,那你就非常聪明了 他很明显感情变化 结婚是变化,婚姿是变化 好像他差不多那段时间的结婚是正常的 24岁和他以前的太太结婚 对,正常的 约用这个相片,他的相片挺特别的 他眉骨特别特,压子特别凹 原来这个少年30岁前都突然上了一个大的迷 但要到31至30岁就要跌回来的 资料是不是我就不知道了 但照相片就这样看的 30岁起运,31至30岁跌回来 他35至40岁重头再起 他一起就可以起到五瘦 為什麼 因為他的鼻子最漂亮 整個鼻子最漂亮 鼻子好像有個折 我看到這裡 男人有鼻折 沒有問題 是嗎 男人屬羊 女人屬陰 男人有鼻折 有男子氣概 特別多女人喜歡 女人有鼻折 不懂 經常發脾氣 誰喜歡你 所以我沒有了 師傅 我看到這裡有兩條紋 這裡叫捧場紋 這條你也認識很厲害 這裡叫捧場紋 做什麼都有人捧場 如果做生意的話 他產品很多人捧場 他就容易成功 不過有個缺點 要側面看就知道 看不看上唇吸著下唇 是呀 原來上唇就代表爸爸和自己 下唇代表媽媽和老婆 原來上唇吸下唇來說 爸爸比較長命 自己比較長命 下唇吸上唇來說 就是老婆比較長命 媽媽比較長命 師傅 但是他最近 現在57歲 55歲的時候 他喪妻 其實在臉上 是否看到 最主要就是上下唇的問題 因為上唇就是為陽 下唇為陰 他叫做陽吸著陰 而51至55 剛好就走口唇運 所以五年來說 特別不來配偶 是嗎? 關係嗎? 關係 不如我們馬上看 我們香港也有 某些名人的下唇 下唇上唇 就好了 死老公 誰? 不告訴你 師傅 不如我們馬上看他的身背 好 劉嘉玲 劉嘉玲的上唇比較容易看 原來他的上唇 最突出的就是鼻 鼻 鼻瘤不夠高 鼻瘤不夠高 那怎麼辦? 鼻瘤不夠高 鼻瘤不夠高 是嗎? 劉嘉玲的鼻都不夠高 鼻瘤不夠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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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要隔不正常陰緣才能隔好 不正常陰緣是結婚 離婚大十年 小時候你或者二還是陰緣 現在正確 對 其實他們面上是否合得來 面上是合得來 鼻瘤不可能會接受 鼻瘋不可慰 鼻瘤不為互相 有問題 多數要呼吸 但是鼻瘤不非 NASA quarter 鼻瘤不已 鼻瘤 鼻瘤不均짝 鼻瘤不薄 鼻瘤能微 don four 鼻瘤一靜 鼻瘤地方 鼻瘤檔 鼻瘤的 鼻瘤那鼻瘤 鼻瘤 ward 不宜天算感情,哪有得算呢?